我昨天就有跟你說就是我把那個有Virtual Side的就是把它同整成一個group 然後就來做計算這樣 然後我也是使用那個Rigid Small來算那個有就是Rigid這個部分 然後但是就是它會有這個就是說 他說那個Ghost Atom的Cut-Off需要大於其他那個Rigid Body的Cut-Off 所以我就把那個 130所以速度會很慢喔 對對對就是非常的久 你的階段半徑如果都用130來組喔 都說用130來找 所以你的系統裡面 站在一顆焰子上 130顆焰子裡面它都要抓到頂進表面 對所以就是跑 接到130嗎 我就是試了 我用就是 20都不行 對對對都不行 就是我用120也都不行 我最後試到130這樣 就是才可以才有辦法跑這樣 可能是因為就是因為那個 那個VirtualSight的那個範圍真的滿 就是它涵蓋的 就是從上到下都有這樣子 所以可能 範圍太大了 所以 因為AC2跟S-14的上方跟下方都有那個VirtualSight的存在 所以應該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它的Cutout需要 比它們還要長這樣 這樣還要長 那我講一下 是 你這個 是單獨一個是MoleculeID 還是你把它全部都當作相同Molecule 我就分成三個 就是 S-14一個 然後 AC2一個 然後 VirtualSight的地方 你在不同地方的AC2要不同的MoleculeID 欸 老實是指 不同地方的AC2 不是 你的Reach 不是小小的單元嗎 對對對 就是 應該一個單元當作一個MoleculeID 你是這樣處理嗎 嗯 不是 只是這樣如果 用Groove的話 還是可以把它Groove的 喔 喔 好 它等於說把你的全部都當作一個Reach 嗯 你應該是小小的自己自Reach 是 嗯 所以 但如果 我之前讓水 那個水的劍腳 劍場不讓它動 所以 每一個水是不同的MoleculeID 喔 OK 只是這樣如果Groove的話 如果 是可以把它射成同一個Groove 如果 Molecule不同 但是 如果我射Groove的話 把它射在同一個Groove裡面 因為如果 那Reach 是要同一個Groove嗎 嗯 因為如果 如果沒有射成同一個的話 就是要一個一個 做Reach 所以 但是這樣的話就會 就會超過 那個 它的線 上線 應該是可以的喔 老實指 如果 你把這個 全部的 那個 Reach的東西射成一個Groove 但是 你的MoleculeID 應該要不一樣 所以這個才會發生作用吧 好 嗯 對 還是後面是要下Molecule 是不是 對 它是說 Reach is small 後面是要接Molecule 所以它應該是根據MoleculeID 保證都做Reach 哦來判存 但是你現在把它全部都當作為一個Molecule 是 嗯 嗯 嗯 我沒有 這邊是設Reach is small 我看一下 嗯 設Reach is這個 剛剛那邊是在做那個 N NPT的時候 下的指令 就是Reach is small 是在做NVT的時候下的指令 對 然後 如果是在設Reach 的話是這個 是Fix 然後 中間是Cru CruPiT 然後 然後 然後指令是Reach 這樣子 這個是設Reach 就是指令 就是 指令 咳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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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得离一下 你不在 把兩個 ID 1到9 還是要Groove喔 這邊只能Groove可以嗎? 好像 對話 他這樣 如果他這樣Groove的設的話 這樣他們這全部就會變成同一個region 老師如果把較相近的 兩一對 射成一個的話 這樣 可是可行 會不會 好 OK 請找一下 那個 Lens 然後region Watermine 看一下有沒有人家Share出來的標本 MFPC Groove 我們先找一下吧 好 OK XPC有一個Molecule 是Region 這裡有 XPC Water Model Region Water Molecule 那看人家 有沒有提供膠本啊 好 因為你這個就很類似水嗎 對不對 XPC也是單顆的水 三個面子 但是他的劍腳跟劍場不容比他變 所以他每一個水分子都是不同的Molecule ID 然後要自己形成一個region 是 好 OK 那你就看一下 Lens的膠本怎麼寫啊 這個 我當初也是找人家的膠本來看啊 好 OK 所以 一個系統的水的Molecule 應該非常多 他不可能一個 射成一個Groove 好 OK 那我再去找找看 好 抱一下配盤 好 今天這邊Paper他是 使用那種天然的植物 植物的化合物來做 對X protein的 抑制劑這樣子 然後他們是用所有一些大蒜的元素 然後辣椒跟薑黃素之類等等這樣子 然後他們的圖片是用 直接用那個原始株的結構 然後來用Paper做的圖片 然後 然後他們的 X protein跟AC2的Docking 他們是用網路的Server來做 他們是說有7萬個旋轉的角度 然後最後選出 能量最低的一個結構來出來這樣子 然後他們 應該PTB有 他們為什麼還要這樣倒 對啊 就 倒了 這樣就比較準嗎 還是 不是 但是PTB有 應該就是 最正確 就是 原始 就是怎麼樣 他們 他們只有說他們 就是 有做這個步驟這樣子 可能是因為他們 一開始用的結構是 只有 只有X protein而已 然後他們才做這個 再多做這一步這樣子 然後他們是用Growmax來做 來做模擬 對 他們是加SPC的Water 然後 N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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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總共做了190 然後 他們是說 這15個 那個圖片的點位中 其中有9個RESID 是會使那個 那個 OMICRON的 結構更加穩定 然後其中的4個 會 是會讓 OMICRON的那個 跟AC2之間的結合能力增加 然後他們是說 是從此來判 這裡來判斷說 OMICRON的 傳播能力增加的原因 的原因這樣子 然後 這邊的圖是 是表示說 上面是原始竹 下面是那個 OMICRON 然後他們是說 就是 突變之後他們 上面那個 蛋白質的螺旋 都有很明顯的 改變這樣子 結構上 構型上的改變 然後這個是他們 把這7種 7種植物的化合物 然後還有一個是 對照組 就是以前 過去的那個 過去的研究說是有 有效的 這個藥物叫做 綠葵 然後他們把它 放就是放到那個 OMICRON 只有OMICRON的 Spyc protein裡面 然後還有 Spyc protein-ACE2的 那個 複合物裡面 就是把藥物丟進 加進去 就是 也加進這個複合物裡面 然後用那個網路的 server 來 第一步計算他們的 那個 那個 之間的結合能力這樣子 然後這個 然後 這兩個結構裡面 得到最高 最好的效果的 都是這個 薑黃素 所以他們就用薑黃素 來做 來做模擬 薑黃素 然後他們就說 薑黃素可以 跟 S protein 然後還有 S protein 跟ACE2的複合物 就是 它可以 薑黃素跟 這些複合物 可以 就是 就他們有 產生 結合點的 點位這樣 是比另外 另外兩種 植物 植物化合物 跟藥物 還要來得多 然後他們就說 呃 尤其是 這個 spy protein 跟ACE2的複合物中 因為 它 它跟 這個 這個複合物的結合點位 是 是跟 ACE2還有spy protein 的 結合點位是有重複到的 所以他們就說 它不僅可以先行跟 S protein做結合之外 然後也有一次也有機會 把 那個 S protein跟 ACE2的複合物 就是有 可以影響他們的結構 進行破壞 這樣子 來達到 那個 致病的效果 然後這個是 呃 他們比較的這個 綠葵寧跟 薑黃素之間 跟那個 S protein的那個 結合後的那個 RMSD 然後 就是可以看到 那個薑黃素 綠色的這邊是 較為穩定 對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 就是用 就是 MMPVSA來計算他們的結合能 然後 呃 他們是比較 加入這個 降黃素 還有 沒有加入的 的 呃 就是可視化之後 構想的那個 比較 然後他們是說 加入了這個降黃素後 然後 residue之間的 那個 距離會較 較遠 就是他們的結構會較為鬆散 這樣子 就是比較容易 不穩定 所以就是 會 可能 就是可能會達到 那個破壞的效果 這樣子 對 對 他們結論就是說 就是 經過他們研究 就是從 RMSD 或者是構想的 的判斷來看 就是 加黃素都是有機會 可以 來 治療 然後 跑平安廳 的 小朋友 這樣